4月7日,日本一名六个月大的男保救治无效身亡,家人悲痛不已,导致孩子死亡的凶手,是肉毒感军中毒症。 而孩子患这个病的原因,竟是因为近期妈妈准备给孩子端来,给孩子添加腐蚀引起的。 在添加的腐蚀里有用蜂蜜做成的食物,孩子连续吃了一段时间后,导致中毒身亡。 蜂蜜营养价值高,很多家长喜欢每天喝一杯蜂蜜水,蜂蜜汗有丰富的加速,可以帮助人体消化和吸收,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。 但是蜂蜜水对于营幼儿,特别是一岁以内的孩子,这是禁忌,其实有很多蜂蜜瓶身的包装上面,明文规定一岁以下婴儿不宜使用,但是很多家长却忽视了这个告示。 众所周知,为了保护蜂蜜纯天然的营养成分,很多蜂蜜是不会经过高温杀菌的,而且食用的时候都食用的温水。 所以蜂蜜在制造,运输,保存的过程中,很容易受到肉毒杆菌的污染。 而婴儿的肠胃很弱,肝脏的戒毒功能又差,肉毒杆菌容易在孩子的肠道繁殖并产生毒素,引起中毒。 其实最早在1986年,就有新闻报道了一岁以内的孩子,因为食用蜂蜜中毒,明明可以避免的悲剧。 很多父母却不知道,认为蜂蜜是好东西,便给孩子吃。 殊不知面称大错,家长们一定要正确认识蜂蜜,妈妈们在给六个月左右的宝宝添加腐食时,一定要注意食物的成分。 添加腐食不可心急,循环渐进,孩子不能吃的食物,坚决不给孩子吃一些健康天然的食物,在给孩子尝试的时候,一定要多加注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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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